乖乖是因為小時候真的很乖 所以我爸媽叫我小乖 欸是真的耶 就是我姐姐大我一歲 但是她小時候想要吃我的奶嘴 還是奶瓶喝什麼我就會給她 我覺得遺憾應該不是這個年紀可以去想的 我覺得現在就是雖然 好像還在學習很多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反內於就順其自然 從來也都沒有強求什麼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想有沒有羨慕什麼人 還好 妳知道我小時候真的就是很乖 所以就是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然後就大人說什麼就會就 那妳做過最叛逆的事情 妳知道每個人都要問我這件事情 然後妳知道我真的就算青春期的時候 也算很乖很乖耶 真的很乖很乖耶 就是在妳的字典裡面不會有這個東西出現過這樣 我也有努力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說欸怎麼都沒有啊 我想 想吃心算嗎 我想 但我沒有做 有耳動很多最近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流行 好 好 好 撒嬌的部分應該 我覺得有點遺傳吧 可能我媽媽也是啊 其實我姐姐也會撒嬌啊 所以我也是 每家女生都很會撒嬌的 妳自己本身的撒嬌 或是妳自己給自己撒嬌 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 1到10嗎 我覺得我有10啊 應該有吧 那可以幫我拍攝一點嗎 之類這樣子嗎 會 會 好像她是一個 是吧 是吧 我平常其實很喜歡很隨性的打扮 然後也 就是 頭髮也走隨性風也沒有再輸 然後 頭髮用手抓一抓 然後就 那種很 可是邋遢也有邋遢的Style 所以我也沒有真的 就是我還是要就是邋遢 可能她還是整體上來講 她還是 蠻搭那整個邋遢風的 那妳最久幾天沒有洗過的 三天吧 三天蠻久的 嗯 到極限 那妳生氣的時候 妳是會爆電腦子的影響嗎 大爆炸 沒有 大爆炸 這邊是想說最小爆炸話 怎麼可能 可是平常不會隨便的 大手 哈哈 那妳有選擇她自己保證的 哪一個部分啊 喔 之前自然卷真的是很可怕 我的自然卷真的是 不是這樣子 我自然卷是這樣 像獅子一樣 我最討厭我的腳趾頭 跟我的膝蓋 哈哈哈哈 就骨頭很大啊 我的骨頭就很明顯啊 就不好看啊 哈哈哈哈 妳人生中最龜毛的點是什麼 龜毛的點啊 嗯 我喜歡視覺上的地方 我看得到的地方 它都要很整齊 然後要很 就是 家裡的地方 如果東西擺得不起 我會把它去 看一看就不起 然後把它喬到這 這樣算嗎 哈哈哈哈 椅子啦 然後書啦 任何東西只要是 補住我放的那個角度 我就要把它去喬到這 不是那種 可以一直坐在那邊 然後 做不了 就是不做事的人 那妳平常 無聊的時候 妳還在嗎 無聊的時候啊 其實 無聊的時間 並不會很多 因為你知道就是 媽媽的雜事很多 但是 真正自己 如果有空前時間下來的話 就是滑滑手機啊 弄弄電腦 上上網啊之類的 因為我沒辦法 我不是一個 可以坐著一直看電視的人 所以我不太追劇啊 做一些這種 從來沒有 所以我真的就是沒有 坐在那邊看 所以他們每次在講說 哇哪一部信號 看什麼 其實我是 就完全放空 那時候就會放空啦 那時候就會放空啦 那早起是早會早起嗎 今天睡幾天 沒有耶 我都很晚睡 我很喜歡吃宵夜 其實我跟我老公都會吃宵夜 就是所以我們比較晚睡 但是 早上也蠻早起的 所以我睡覺 其實我睡眠時間不多 但是我睡就很熟睡 就三秒昏倒 我想睡覺的時候 就三秒就睡著了那種 睡眠的時間 一天至少睡在那小時 四五個鐘頭就夠了吧 五個鐘頭應該就夠了吧 很夠 我最喜歡吃便當 我最喜歡吃便當 就是我很喜歡吃便當 排骨便當啊 雞腿便當 然後 就對便當有一個迷思 覺得只要便當就覺得很幸福 我也喜歡吃白肉 可是我也很喜歡吃 可是今天麻辣鍋 披薩我也喜歡 漢堡我也喜歡 就你可以想像到 很肥的東西 其實我都很喜歡 我可以吃兩個大麥克風 然後就這樣吃飄跟雞塊 真的 真可怕 大家很喜歡吃宵夜啊 飯 會不會怕發燙 會啊 有的時候吃太多會做噩夢 我真的會做噩夢 就是自己 前兩天我吃太多 然後就做噩夢之後變胖 然後早上起來嚇到 不會吧 那還好吧 就隔一天 過兩天少吃一點就好了 那你人生中最常是個人 是嗎 人是我 那你呢 電腦 我也蠻怕的 如果就是 PK一輩子都不要鬆 鬆垮下來有多好 好厲害喔 是不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 因為這整個穿在起來 就很多種大麥克風 我知道 謝謝 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自己會是 到目前的人這樣子 然後那剛好那個時候 剛好台灣剛好有很多的 時尚的派對 然後這樣還有微風 剛好那個時候開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就剛好就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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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有曝光 對名媛這個抬頭 我向來一直都是覺得 他就是一個大家稱呼的一個名稱 那我自己也從來沒有以 名媛這個名稱去稱呼自己 那通常人家問我就說 就媽媽啊 然後太太啊 就是做一些家庭主婦 自己會做的事情 那後來剛好因為我自己有在設計 設計 自己的珠寶跟飾品 所以又掛上一個設計師的身份 所以除了媽媽跟太太之外 就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名媛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個在生活上並不會有太多的影響的一個名稱吧 我覺得當然就是 你說名媛有沒有幫助設計師 我覺得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因為剛好就大家認識我 然後大家就會直接會認識我的品牌 就是剛好是一個很連貫性的一個很自然的一個 一個一個對一個很自然的狀況這樣 我是真的從小因為就愛珠寶 然後那就一開始有做珠寶的品牌 後來發現我其實設計的東西其實是很很trendy的 就是一季一季很很可以配很多一些當下流行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要年紀層再年輕一點 然後讓大家每一季都可以去買來當配戴配件 所以後來我就做了飾品 我自己每一次設計的東西都是我自己會去戴的 我才一定會去設計 那我自己戴了 我覺得自己戴很好看 然後人家也喜歡人家也會戴的話 我覺得就很開心 好看 怎麼這麼會設計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畢竟我並不是設計廚 就是不是學設計的 所以我並不是那麼會畫圖 我只是把我的理念在大概sketch出來之後 然後前人幫我做出來 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太多的天馬席空的想法 然後每一次都覺得說這樣應該可以 可是其實做不出來 所以那時候也有碰到很多的瓶頸 我自己其實那個時候是做給自己的一條項鍊 就是後來的廢話系列 我戴了之後每個人都問的是什麼 然後每個人都覺得很漂亮很喜歡 然後後來就做了之後結果就打賣 真的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後來從英文的廢話系列之後 就延伸到中文的 中文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像中文那時候在設計上面的時候 其實碰到很多的困難 因為中文有一撇一樹一橫 什麼一大堆的一些筆畫 其實是無法做出來的 所以有很多的字體其實是不能做的 所以那時候有碰到很多的困難 然後但是反應也是很好 重點是反應都蠻好的 其實這個做品牌一路走來 我覺得做品牌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你除了有興趣你要有心 然後你要有耐心 然後你要去就是去創造出一個原本沒有的東西 其實真的要花蠻多心思的 然後真的要有信心 當初真的是因為興趣 覺得我只想要就是好玩嘛 就是做給自己帶啊 然後又想要跟大家分享 以這樣的心態去做這牌子 不能接受任何一點點不對的量 就一定要很乾淨 現在做到有一點聲音 因為我也不覺得是多厲害 沒有啦就是有一些聲音出來 像我有出墨鏡 然後也是跟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然後其實自己是還蠻開心的 那希望當然繼續可以一直做下去 然後一直跟大家分享我的設計 我們有很多的crossover 然後跟不同的可能藝術界的啦 或者是跟其他的品牌做聯名 那我覺得聯名很好玩 是因為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當不同的類別東西放在一起 或者是不同的設計理念的放在一起 其實會有不同很多的火花 嗨大家好我是孫芸芸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視頻怎麼去搭配 嗯 嗯 所有搭配的細節 OK 自己記有很多的很大的耳環 然後就是類似像這種很大的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K金的系列 那像自己記有很多的耳扣 耳扣就是耳骨上面的一些耳控 從上面的耳骨一直扣到下面 那有的時候像我喜歡就是有做一些層次的搭配 那有一些項鍊帶短的配長的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有三個搭在一起 就是有紅寶的馬蹄加上財寶的一個鑽石的Jayce 加上一個Self Love這樣三個配在一起 那它戴在一起的時候 那它戴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一長一短的概念這樣戴法 那當然也有一些 不想要戴這麼多醉紙的話 也有一些小的單品 像是我做一個鑽石的福 那其實福這個是接受度很高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服氣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的一些項鍊 其實它沒有限制 反而是可能是 可能多幾個鏈子 其實穿在襯衫裡面或穿T恤 或者是像我今天就是領子比較大一點開口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層次的穿搭 像領子大一點的話 其實你做長一點的鏈子 它可以剛好卡一個在胸口這邊 然後再一個短的其實就蠻好看的 那耳環方面 因為像我最近看韓劇 就會發現好像很流行很大的耳環 那可是也有一些人會很喜歡 那種很小的 就是像你今天這樣子耳骨上戴的 對 小的東西就可以帶多一點 那我覺得像大的耳環 大的項鍊其實它就是 帶一個它就是 呈現出一個很有效果的造型 對 有人說它是耳環是可以修飾臉型 那大家知道女生就是 都希望臉看起來越小越好 對 所以有哪一類的是可以 就是讓臉看起來顯小的 我會建議大耳環 因為這自己其實流行很多的一些 很oversize 一個寬的那個 尤其是肩膀這邊的造型 穿這樣的衣服 你就覺得頭好像變少了 那相對的就是耳環 如果它是比較大的面積的話 你戴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看起來就是 臉其實就變少了的感覺 那你覺得今年夏天 有哪一類型的手鍊 是覺得一定要擁有的 我個人是很喜歡把K精系列 跟飾品搭在一起 像我現在手上戴的這個是 金色的小珠珠的一個 K精系列的手鐲 那我有的時候就會像 這個是飾品的 這個是水鑽 所以我就會把它搭在一起 混在一起這樣 就比較有趣一點 那有時候我會喜歡卡在這邊 穿有些衣服的時候 它這樣戴在這邊 也會有一種不同的造型 像這樣子小小的耳環 其實戴越多越好玩 因為它就是一種造型 所以它不需要只戴一個 那當然如果耳洞多的人 可以像我一樣戴好多的這樣子 所以就一直加上去這樣子 就我覺得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那也有人說 它的耳環是可以修飾臉型 那大家只知道女生 就是都希望臉看起來越小越好 對 所以有哪一類的是可以 就是讓臉看起來顯小的 我會建議大耳環 因為這自己其實流行很多的一些 很oversize的一個寬的那個 尤其是肩膀這邊的造型 穿這樣的衣服 你就覺得頭好像變少了 那相對的呢 就是耳環 如果它是比較大的面積的話 你戴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看起來就是 臉其實就變少了的感覺 那你覺得今年夏天 有哪一類型的手鏈 是覺得一定要擁有的 我個人是很喜歡把K金系列跟飾品搭在一起 像我現在手上戴的這個是 金色的小豬豬的一個 K金系列的手鐲 那我有的時候就會像 這個是飾品的 這個是水棧 所以我就會把它搭在一起 混在一起這樣 就比較有趣一點 那有時候我會喜歡卡在這邊 穿有些衣服的時候 它這樣子搭在這邊 也會有一種不同的造型 有的時候我也喜歡 其實平常我們並不會穿得很 就是穿得很華麗或什麼 但是你有時候戴一個 很有效果的一個手鐲 它其實就會當作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點綴的配件 在疊搭的時候 有什麼樣子的技巧才不會看起來太多 太累穿 像我今天好 我就會戴一些小小的這樣點綴在一起 自己其實隨性戴 就搭一搭看看怎麼樣比較適合 那當然我覺得項鍊的部分 就會是比較需要想一下 比如說我們對著很多的時候 像長長短短或者是橫的窄的高的 所以我就會喜歡有一個層次感 像我們剛剛介紹的這款好了 你看它其實三個形狀跟高度都不一樣 然後有長有短 所以當它疊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隱約看到每一個層次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一條短的項鍊 然後搭一個比較長的項鍊 可以可以 像我自己都喜歡一長一短 那一長一短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邊很有趣 會讓人家特別想看一下你戴什麼 上面這個我一定是戴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下面的話就會多一點層次 多一點東西 因為夏天到了 然後會穿很多的涼鞋 所以腳趾頭要保養得很好 指甲也要擦好之外 配件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特別喜歡戴腳鱗 有時候我會戴兩條 像有時候布鞋我也會戴腳鱗 布鞋戴腳鱗也蠻可愛的 所以也不一定限 我覺得沒有說很多的限制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去搭它 其實就自己搭出自己的樣子是最好的 像這種腳鱗是建議就是帶到去海邊的時候 是建議碰到海水的嗎 其實任何飾品或者甚至就是18K斤的珠寶 其實都不太建議就是海水啦 溫泉啦這樣子的太刺激性的一些碰觸 因為畢竟顏色有的時候會因為可能溫度啦 各方面的一些原因然後會變色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當然如果你真的有碰到了 你可能就用清水來刺清洗一下 然後還是要拿軟的乾布去擦拭它 那盡量就是還是避免比較好 其實平常的話比如洗澡這方面 這樣子是沒有關係的 那因為有時候可能因為收納的環境 你可能因為潮濕或是太久沒有 有一些飾品它可能會出現變色 或是色的沒有以前那麼明亮 那這種時候可以怎麼樣保養 或是收納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現在外面有賣很多的一些布 然後它是可以擦拭各式各樣的飾品的 那我是覺得大家在家如果很愛買飾品的女生 她其實可以買一些像這樣的清潔的一些 專業的一些擦拭的用品 然後就是隨時可以去做保養 那因為像台灣也真的是比較潮濕一點 那潮濕有的時候真的是會變色 那其實我們也有幫客人做service 就是可以去注射之類的像這樣子的設備 那最後啊就請雲雲再就是總結一下 因為很多可能有些女生啊 不敢像這麼大膽的玩飾品 就是可不可以給這些女生一些建議 我覺得可以從一些小的東西開始下手 那因為K金系列裡當然就是你看 你可以戴著不拿掉的話 其實你每天戴著它就是 就是可以小小的這樣子又不會那麼負擔 覺得好像這麼大的一個東西在耳朵上 那如果喜歡做一些造型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買很多大的statement piece 然後可以常常換 那我都會其實我都飾品K金這樣混搭 這樣我就覺得自己的樣子 所以大家也可以混搭一下這樣 那其實因為很多的造型很多的style 是多元化的 以前都覺得說K金要配K金 然後飾品要配飾品 其實沒有一定是怎麼樣 可以自己試著搭配自己的style 可以多試試看 我倒是覺得多試可能會 找出自己適合的一些樣子這樣 就算負品 可能會有一個